今年来政府团队这些推动参户设议生 国民众参户决定定乎建设的公众 保理政公司今年再起除推动公民参户设议生 保理政有主委、吉林、李北丁丁三个社区来挑战 保理政公司邀请进南国座台下公共行政会 呼告收丹文贺来丹林江苏 并且曾奥社区基盘说明会 断练三个社区推动参户设议生 保理政公司今年再次推动公民参户设议生 总共有10个社区参加政策 栖设设计生的社区投入计设计生 公司安排工事前往社区基盘税免费 那透过这样子的10万块的经费补助 由居民自己来讨论 然后由自己来投票决定 用选事不选人的方式来去推动社区营造 希望透过这样子一个过程 可以让麒麟社区除了在共产跟过去的这些社造基础之上的话 可以再累积更多我们麒麟社区的社造的案例 也吸引更多麒麟社区的年轻人 还有小朋友共同进来参与社区营造 经过公所的争算 主吻基林比北顶三社区计算 参与计计会的集合 其中基林跟比北社区是第一次来参加 社区理事长基台基民的投入 提升社区的发展 透过公所的辅助 我们参与了第三次的公民审议 也配合公所的实施 希望这次能顺利的举行 我们这边头一边参加公民审议 因为我们要接社区算头一边参加 所以大家都要 所以我们也是要用学习的方向 希望就是说公所的 给我们多多给我们参与三天 我觉得这个争与市预算 应该就是以后未来的方向 可以让社区居民 自己主动提出这个议案 然后来争取经费 来施作他们想要做的事情 推动社区民主心意制度 就是希望透过更大参与 让保理地每一个社区都有办法 推动心意社会民主制度 让我们社区的民众 知道这个预算怎么来 怎么发用 怎么来建设我们社区 我想这是民主的社区 让大家都能够共襄胜举 把社区做得更好 那透过这个计划呢 让社区的居民了解 其实一个社区的改变 要从发现问题开始 然后也要从大家的共同讨论当中 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包括社区整个未来的发展 也需要全体居民 大家一起的讨论 跟一起做决定 社区发展需要 就要更多社区基民来参加 透过民主心意制度 希望社区基民 自己来选得需要的方向 也能提升基民参加 社区发展工作的刑处 基教环隆昆 插红报导